婆婆 我們剛剛看到小舅回來了 哦 知道了 小舅這兩年應該還不錯 還開了轎車回來呢 那就好 媽 小舅這兩年都沒跟你聯繫嗎 沒有 不跟他說嗎 不說了 他能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趕緊放火吧 好 我去白攤你們那些給林書送過去 好 只是寻生歲月時 出現風化學月時 愛你的每個秋日 林書給你乾淨 好 小舅後來過年了 別叫我休息 我不吃你休息 小舅 要不我夢中小舅頭吧 免得他一斤會跑過 媽不讓我說 好吧 過來看 過來瞧 又脆又甜的乾淨 一根十塊 兩根十五 走過路過 不要錯過 大姐過來看一下 很甜的乾淨 來 這根很大的給你 大姐這根 這根很大的你看 很甜的 收到了慢走啊 都很甜的 這根也很好的 來 這根 這根 大姐要不要幫你扛一下 不要 不要 好好好 甜蜜蜜的乾淨了 阿吼 阿清要乾淨嗎 阿吼 聽說你弟這臉臉換得不錯 我看看看看 開著一臉被拿回來了 那就好 想不到當初那麼丟臉爛 幾年不見了 更變了一個人一樣 人是會成長的嘛 誰都有做錯事的時候 聽說你弟帶了很多脫草回來 改錯你了 又沒有給你啊 嘿嘿嘿 沒有 後悔了吧 當年你那樣結晴不管他 現在他喚起來了 肯定還記得你 我不後悔 哼 後悔你也不會說 我走了 姐你再幫我一次吧 我以後都不玩了 我幫你還少嗎 一次又一次 每次都說是最後一次 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難道你冷靜看我出自嗎 阿成 你也是成年人了 要為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姐這次幫不了你了 你是我姐 我只有你一個氣勒 你不幫我誰幫我 我做不起你姐了 你自己想辦法吧 你不讓我這個弟弟了嗎 小姐 我這還有一些 現狀給你印印記 別給他 他不是你舅舅了 蛤 啊 有日 都想順滑 為時 不許心想 阿總 欸 阿成 聽說你現在換得不錯了嗎 還行啦 帶點客廠回來給你 唉 太客氣了 給 這次是錢 你謝我的 還給你 還給你姐吧 是她給你的 什麼意思 這些是你姐讓我借給你的 阿總 欸 什麼事 這是你拿去借給阿成 就當是你借的 阿成 你為什麼不直接給他 我要是直接給他 他不會珍惜的 我不管著他了 好吧 希望他不會辜負你的兩口怨心 麻煩你了 你幹嘛不燒人告訴我 好 我光從過空 尖心 朝一個方向 巨津 不是一世間裡的光怪路 你只是 因為你 螢火蟲飛向草坪 斗過光雲本身體 我會花著長 姐 姐 對不起 這麼多年我錯過你的 沒事 只要你學好 姐就開心了 小舅 坐下來一起吃飯吧 蛤 小舅 聽說你都開奔馬了 這幾年在外面挺好的吧 要是沒有姐當中那麼激 我 我可能還是掉了爛蛋的 人總是要以自己不喜歡的方式成熟 姐當時也是希望 你能在困境和磨難中成長 嗯 這就是 吃飯 老媳婦你要怎麼了 婆婆船太硬了 睡得我腰有點痛 我睡了幾十年也沒腰痛過 就你交替 怎麼樣 要不要緊 沒什麼大礙 絕幾下就好了 你去再一些茶也回來 好的婆婆 老人 小禮 你一個人坐這裡幹嘛呀 心情不好 隨便走走散散心 怎麼了 又跟阿忠吵架了 沒有吵架 就是不知道怎麼說 你要去哪裡啊 我要去再茶也 你要不要一起去 好啊 走吧 曾哲 您說兩個人在一起時間長了 是不是都會厭煩對方 感情裡最不能缺乏的就是分享運 不然兩個人就會越走越遠 我現在說什麼 她都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我還能有什麼心情去跟她分享 好的 感情不能只有親屬沒有青天 其實青天反而是更重要的 我們兩個人的交流越來越少 我越精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她也不在意 曾哲 你不是在農場嗎 來這裡幹嘛呀 你不是說要疼嗎 我帶了按摩器給你按摩 哎呀不用了 不疼了 沒事拿到拿來了 按幾下看看 曾哲 我跟你說 剛才來的路上 我看到阿爾神家的豬跑出來了 阿爾神追著豬到處跑了 那你不去搬一下 我這不是怕你腰還疼嗎 趕著來給你按摩 又不差這一活 你也真的是 在這休息 我去再查也 嗯 好 你好 老闆你這裡有存點嗎 有這邊請 好 你們有送貨上門嗎 我可以叫師父送 但是給家運費 那不遠了 就這床吧 你拿根繩子給我 好 慢一點啊 嗯 正正 你跟阿雄怎麼做到感情那麼好 無話不說的 說廢話 我倆就是廢話多 說不完 不管什麼事 就想跟對方分享 那不就是無話著話 春春的無聊嗎 是啊 分享運就是說廢話 我願意跟他分享我的各種東西 他願意跟我聊一天之中的各種索碎綠茶 這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廢話 但是正是這些廢話 才使我們的感情得以維護 我也要做 差不多了 好 小麗 我們回去吧 等等 你們先回去吧 我想再坐一會 天都快黑了 跟我們回去吧 老婆 老婆 今天事物不對 不該對你那麼不耐煩 老婆 我剛剛看見阿二生的豬跑出來了 阿二生追著豬到處跑呢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哈哈哈哈 好了沒事了 我沒事了 哈哈哈哈 婆婆你怎麼了 沒事 阿熊你把存電搬進去 好 婆婆謝謝你 你休息一會我去做飯 嗯 月光從月空前行 朝一個方向遇見 故事已是盡力的光灌路 我只是因為你 還以後重複向草坪 樓落光一根香 我繪花的長景如廢物的鉗筆 婆婆你也真是的 為了省一點運費 自己搬船店回來多累啊 嗯 這桃肉味道不錯 婆婆你辛苦了 多吃一點 嗯 這個也是 婆婆 我朋友到了 我去接他 怎麼春節出門 讓朋友看笑話 不會的婆婆 我們大學的時候 就是很好的朋友 他不會介意的 啊 這什麼破地方啊 真的是 小月 親愛的 好久不見了 可想哭了 我也想你 珍珍 你現在怎麼穿戴 這麼隨意了 在農村待著又沒有出去 沒關係的 這裡有什麼好的 你怎麼帶習慣的 你能穿三千水修多好啊 你多帶一陣子 你也會愛上這裡的 走吧 行李我來的 不用我自己拉就行 好吧 哎那是桃樹嗎 是啊 很少見過吧你 到了這就是我家 挺好的 挺農村的 這就是我婆婆 婆婆她就是小月 阿姨好 好好好進去坐 阿媳婦 你去西連食育果給她吃 我去美菜 好 謝謝阿姨 小月 我們進去坐 好 小月聽說你開公司了 怎麼樣 珍珍 最近公司遇到點困難 有個業務想讓你跟你哥說說 讓給我們公司做 我哥公司的時候 我也說不像話啊 你哥你去說肯定能成 好吧我試試看吧 嗯就知道你最靠服了 你是來這麼玩的嗎 肯定是啊 哎怎麼沒見阿雄不在家嗎 他在樹葡萄園 樹葡萄是什麼葡萄 樹葡萄也叫家寶果 長在樹幹上的葡萄 啊我還沒見過 走帶我去看看 好 老闆買點蔥 問這個走啊 戶過去了 啊 黃色拿一包 阿雄 珍珍你怎麼來了 這個就是熊野吧 你好 你就是阿雄 年輕人怎麼會想要在家種地啊 我覺得挺好的呀 最自在的 怎麼這麼沒有志向 珍珍你怎麼看上他的 好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走了 我帶你去再說服他 啊這麼多 我全摸證都犯了 是啊 我第一次看到也有這種感覺 珍珍 當初那麼多條件好的追你 你怎麼就學能這麼跟上下人 我就喜歡跟他在一起 你不了解他 你不懂 我就長得帥一點 一點志向都沒有什麼好的 他留下來做農場 也是因為不放心婆婆一個人 有什麼不放心的 我看就是找藉口 夠了 小月 你怎麼還跟以前一樣單純 你家裡條件這麼好 他根本配不上你 夠了 農村人怎麼了 沒有這些農人 你們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我很喜歡現在這個地方 想吃什麼自己重 靠自己勞動 有什麼可丟人的 好了好了 我不說了 他們都是我的家人 他們尊重你 我希望你也能尊重他們 好吧 等我沒說 走吧 我們先回去 好 阿熊 我跟小月先回去了 好 珍珍 你個性應該不瞞了 你跟他說說 嗯 好 哦 他溫柔柔柔一片 哦 我知道 怎麼樣 珍珍 我哥不肯 你再幫忙 不說說啊 我已經盡力了 他剛剛還罵了我一朵 我把你當最好的姐妹 你既然不幫我 你太讓我失望了 小月 我也沒想到你會變成這樣 你也很讓我失望 既然幫不了我 我公司還有事要忙 我會去了 我可以 我會秘密 揭曉 你 如何 我會 我 我會 我会画着场景如飞舞的铅笔 这美好赠与你 你会长出羽翼 拥抱心和万里 将这时间温柔都紧收眼底 山河湖开心 儿媳妇别想了快轻换吧 婆婆我想不同 我跟小月以前读书时那么好 就几年不见 竟然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儿媳妇 踏入社会之后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 小月也是个挺努力的孩子 只是方法怨错了 你也别换在心上 是人种会变嘛 该走的我们也留不住 也行啦吃饭吧 社会吃瓜地也不要了 明天一起馋了 好好 吃西斗也不要了 好好 阿姐你干嘛呀 这个农场现在是我的 我要重新改造 什么意思啊 自己看吧 看清楚了我现在才是这农场的大股东 阿刚怎么会把股份转给你 他烧起院前就转给我了 有什么问题吗 阿生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知道了 明天把这块地也散了 改种花谱 这片菜地我们投入那么多的信息 马上就要烧成了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 我现在上股51 这个农场我说了算 花谱市场你有了解吗 就盲目的做 就你们送的这些 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本 再怎么说你也得跟我们商量一下吧 你要搞清楚现在我是大股东我说了算 我们不同意 不同意可以把股份买回去啊 哼还是老老实实给我打关就行了 走那边大盘也拆了 好 才能买一份群肠温柔 二熊 刚把股份专给阿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哦 你在哪 我在瀑瀑这里 你是不是又喝了 没事 喝了一点 等我 瀑布 我去找二熊 去吧 嗯 你都像春花灰狮 只是寻找岁月时 是谁一首的方式 太温柔柔一片子的爱人 二熊 现在你来了坐 二熊 我们上喝点老师见 最后点没事 二熊 要不找我爸帮忙吧 把农场拿回来 不用 真的 要不我农场不做了吧 随你我都可以 可是那样我又入乎所有了 谁说的 你还有我啊 还有婆婆啊 不管你做什么 我们都支持你 这一路走来 没有了以前的骄傲 也失去了客户的模样 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 哎 你干嘛啊 给你喝啊 同事共苦啊 没事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你只能给我分离 谢谢你们 深夜一点半的灯光依旧闪烁 明晨四点的闹钟也不止我们一个 我们这点错证算什么呀 我只是舍不得 难充我们之前花了那么大的心血 既然我们无法扭转经历 那就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 是啊 我太想要结果了 所以我不快乐 只是有一些事情迈过去真的好难 成功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容易了就好 有你在我身边 这是我最大的成功 有嘴巴 阿熊 你看这么可爱的世界 这么美丽的风景 我们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是啊 这么多美好的人和幸福的我们去风景 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阿熊乱得好快啊 我们去开干涨 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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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杆这几天在医院没在家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好像阿姨病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先走了 嗯好 阿杆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阿杆 我妈病了 阿姨怎么样了 刚做婚手术 没事了 那就好 对不起阿杆 先生 能借的我都借了 我也跟阿权说过了 实在没办法了 才把股份送给阿杆 看病要紧 你也别想太多了 都会好起来的 嗯 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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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吗 在家 好 我这就过去 阿杆 阿伯 阿伯 之前我都知道了 你是嫌拿回阿权那些股份吗 是啊 农场要是他国 你不能多久就得还了 我支持你去拿回来 就当我入股了 真的哄我就行 那谢谢你了 我先回去了 好 阿杆 快点 回家做饭了 好 好 好 阿杆 婆婆来你吃 夹那么多我饭都吃不到 婆婆 婆婆 我在这 婆婆 阿杆阿姨来我们家找你 她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 还有一个女孩跟她一起 应该是阿杆阿姨的女儿 应该是玲玲 儿媳妇 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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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嫂忙什么呢 在地里忙 你是玲玲吧 好久没见了 阿杆 这么久没见你越来越年轻了呢 老了老了 你都这么大了 今天怎么有客人来看我 玲玲生死了 官司给她带心休息 回来玩几天 玲玲真有本事 坐坐坐 我给你们倒茶 谢谢 玲玲啊 刚毕业就去了大城市 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吧 还好啦 年轻人就应该奋斗呀 大城市像我们家的年轻人 多了去了 没什么的 也不能只顾着忙事业 家人也是需要陪伴的 你妈妈 逢年过节都面倒着你呢 对不起妈 工作需要 我也不想这样 没关系 我是说说而已 蛮是好事 嗯 阿皇上 阿雄哥没在家吗 在农场干活的 哦 婆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儿媳妇 这是你阿贤阿姨的女儿玲玲 你好 听阿雄提过你 今天终于见到了 真正 听说你跟阿雄是大学认识的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现在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那怎么能行啊 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呀 我已经两年没有出去工作了 啊 你这么年轻 总不可能靠着阿雄都养着你一辈子吧 家里这么多活 婆婆身体又不好 我就想在家里多帮着你 一事无成的陪伴又有什么用 还不如出去努力工作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来的事件 只要平平安安的 陪伴家人也是美好的生活啊 那像你这样子说 大家都不用出去工作了呀 工作只是获取美好生活的一种途径 它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啊 你怎么 啊我们先走了 有空再过来走 啊都就要走了吗 你让我好好给他散散课 阿雄先生又满了 我们先回去 阿雄啊 这些四地肉拿回去吃 地理干渣的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的 有空过来哦 好 阿雄师傅 零零存小就傲气 你别跟他计较 没事的婆婆 我去给阿雄帮忙了 阿雄 蒸蒸 天气这么热 你回去吧 没关系 你看你 休息一会吧 满头大汗的 啊 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不高兴 没事 有没事我还看不出来呢 快说 阿雄 我是不是应该出去找个工作做 可以啊 我装作你的决定 怎么了 怎么突然这样说 刚刚李玲来我们家了 她说的也没错 你是无常陪伴 还不如自己的事 这个李玲就是个工作狂 一根筋 你别听她的 那我一直不工作 你会不会有意见 没关系啊 我传递养你啊 真的啊 必须的 我知道是因为妈身体不好 你想给她帮忙 才没少事情做 你不也是 她以前可以干门活的 就你一个年轻的 哪有啊 那个阿常大我十岁 她不是一个在干门活 你一个大学生 好意思跟人家比 真是不活 好了 到了 我去的 好 莉莉 这么慌张干什么 阿雄你会修电脑吗 我电脑蓝屏了 你帮我看一下 我电脑好多在这里面呢 我会不会啊 给我看一下吧 说不定我会呢 电脑蓝屏了 你会 先把电脑强制关机一下 然后长按电源40秒 进行CMOS重置就可以了 可以了 真真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之前学过一些 谢谢你了真真 不用 阿雄走吧 嗯 对 月光从月空前行 朝一个方向 决定 不是一世间 你离的光光路里 只是因为女孩 你或重复像草坪 都无关于更新 我会画个长迹 伯伯 我想去找个离家近的地方工作 你看怎么样 可以啊 放心吧 儿媳妇 婆婆又不是小孩子 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我记得陈老师说过 聪明妹一位儿女的照理 我们先去问问看 嗯 好 儿媳妇 你今天说的没有错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追求都不一样 幸福没有标准的 只要你们平平安安的 妈就是幸福的 嗯 我们知道的朋友了 儿媳妇 我们先去再三省吧 大姑姐不是要一起去 不等她吗 不等了 磨磨成成的 每次回来总没好事 好吧 走吧 嗯 妈 你怎么不等我啊 你自己不会过来啊 今天回来干什么 这不是三省可以摘了吗 我回来自己摘点带回去吃 平时不见你 三省一收你就回来 哪有啊妈 你又不吃不知道 我从小就喜欢吃三省 没收的不要摘 好 大姑姐 这不这些你先装起来吧 我再摘 不用 我自己摘 戒指先帮我包馆 嗯 好 小青 我来拿三省了 你来啦 这些你先装回去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自家种的 别跟我客气 以后常理还需要你多帮忙呢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差不多了 回去吧 嗯 那你戒指给我 哎 大姑姐 你没拿回去吗 没有啊 那怎么会没了 你怎么搞的 别跟我说弄丢了 怎么了 大姑姐把戒指交给我包馆 我记得就放在篮子里面 怎么会不见的 戒指会掉在三省那里呢 不知道啊 怎么会没了 别着急 不会丢掉 我们去找一下 嗯 是在这边吗 嗯 是在这里啊 这哪里找得到啊 站在 你得给我陪 要不你问问小萍看 有没有在他那里 小萍 我给你的三省里 有没有一枚戒指啊 什么戒指 没有啊 三省里哪会有戒指 我不知道 没在他呢 找不到你就给我陪 姐 不就跟戒指吗 干嘛这种态度 大姑姐 找不到我会陪给你的 我们去路上找找吧 嗯 都是一家人 一个戒指而已 有必要这样子吗 我看他就是喜欢我的戒指 故意藏起来 想葬为己有 有你这样说你弟媳的吗 跟我来 真的 找不到算了吧 一会陪姐一个 好了 别自责了 你也不想的嘛 一会我们去站上每一个 嗯 你看你头发都脏兮兮的 先回去我帮你洗个头吧 好 小平 阿老师 小青 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我记得早上 小青的戒指 放在你的那个袋子里 嗯 没有吧 我 我 我没看到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看着你和小青一起长大的 那行 那我们再找找看 小青走 洗完干净清爽多了 而且摸起来一点也不卡手 还很蓬松 你喜欢就好了 走吧 妈 你觉得是小平拿的吗 看他自己的身材 发动 刮 哈 米 刮 啊 我 小青 戒指真的在穿这里面 我找到了 你过来拿吧 好 我这就过去 妈 你这是太厉害了 我拿完戒指就直接回去了 山神不要了吗 不要了 你回去替我跟珍珍说 是我错怪他了 不好意思 发动 刮 哈 米 刮 太好了 嗯 知道了 怎么了 二雄 戒指找到了 我们回去 真的 那太好了 是 就像是放心的 嗯 没关系 找到就好了 阿媳妇 今天的事你也别放在心上 是啊 姐就那样 咱别跟她计较 怎么会啊 都是一家人 把心事放在干食事上 才更有意义啊 吃吧 嗯 妈 你也吃 来 多吃一点 阿媳妇 哎 等我一下 哎 一平 有什么事吗 阿姨 我冷静静 换衣服 一起去逛街吃饭 哎呀 老婆 你给我站住 小姑娘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看你跳的 把我的包都划破了 小姑娘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这般很贵的 算了吧一平 林叔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我给你打个补丁可以吗 那多难看 我才不要 你再给我赔 小姑娘要多少 七百 小姑娘我只有有什么多的 就这么点也不够啊 林叔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我来处理 好 那我站走了 谢谢啊 阿后生 你干嘛让她走呢 我抱怎么办 一平 你上个月找真真借了一千块 说下个礼拜还 到现在也没还吧 嗯 这不一会儿要跟真真出去吃饭 逛街用嘛 就让她请客啦 还是算了吧一平 那七百算我的 剩下的还给我 一会儿逛街再说吧 还是你自己去吧 我要跟婆婆去干活了 哼 不吹就算了 一会儿转给你 老媳妇 以后少跟一瓶来吧 嗯我知道了婆婆 你刚刚喊我什么事啊 我要去摘桃子 你去不去 好啊 我去拿篮子 嗯 等等 你不去去逛街吗 怎么也来了 不去了 过来帮忙 哎 是想我了吧 我害死啊 讲这种话 真的 你尝一下 这个肯定很好吃 嗯 快吃啊 有什么呢 山山不知道有什么提示 说要过来找我 她来了不就知道 你快吃啊 嗯 怎么样好吃吗 嗯好吃 珍珍 顺川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珍珍我小宝病了 下午得去医院一趟 前几天就约了几个客户 下午来店里做指甲 又推不掉 你能不能过去替我一下午啊 可以啊 小宝没事吧 早上发烧到心里还没退 那谢谢你啊 珍珍 都是朋友这么客气干嘛 赶紧送小宝过去吧 嗯 那你借你过去店里啊 嗯 好 珍珍 我送你过去吧 不用 你又不会 过去干嘛 双双店那么人 我可以坐司机啊 你就别去了 把桃子再玩 那阿璇载你去吧 桃子也不多 以后我就再玩了 嗯 好吧 辛苦了嘛 我走吧 好了 嗯 好了 我的天啊 然后我没吃来 好了 我别吃了 你喝了 我真的没吃了 好 嗯 你这边坐 你今天想做一光疗款式吗 好 而你的每个秋日 都像春花为止 珊珊都完成了我回去了 好谢谢你珍珍 我这就把工资转给你 转什么工资啊真的是 都是朋友帮个忙不是应该的 你要是转给我我就跟你生气 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嗯上次 做好了吗做我了 嗯出发回家啦 风景如飞舞的权力 将美好的与你 你和江苏 我们复活万里 将这世间温柔赌进手眼底 然后不开心 热焙不漏权益 热泥如风满 自由清醒 婆婆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吃光吧 真真 双双双你怎么来了 我再留一些水果过来给你尝尝 不用了 你自己带回去吃 姐妈我家里才愿的 都是好朋友别跟我客气 好吧小宝怎么样了 那去等啊等一下请了 看不到又哭了 我先回去啊 嗯那你慢点啊 好 双双也太客气了 这么多水果多货费啊 一会我给他送回去一些 收下吧 你们人真心把对方当朋友 他肯定也是觉得值得的 儿媳妇 朋友贵在真诚 好的友谊都是相互尊重 相互欣赏 以上还来的 而不是虚情假意温暖心机 知道吗 我知道的婆婆 嗯吃饭吧 好了 好 好